也好 欢迎收看7月2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县政府南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举办新住民文化季亲子欢乐派对 现场不论是气垫游乐场 还是欢乐大水池都挤满了家长和小朋友们来这里游玩 现场徐振卫也特别到场和大家同乐 他还表示说 接下来还有包括了金正花季 歌仔戏团 公演等都陆续会展开 要让全县不论是南北暑假期间都是热闹滚滚 县长徐振卫副议长攀岳霞等贵宾 用泰国泼水仪式 以水沾点在小朋友头上 消在祝福的同时 社会安全网新住民文化 即亲子欢乐派对也正式展开 我们给他摸一摸 这个代表什么 一个感恩的心 再来一个祝福的心 我们希望 以前的习惯 透过今天的一个净水 卸水仪式把它全部洗掉 由花林县南区社部中心 在玉璃镇永昌分校大操场办理的这一场活动 特别到场的县长许振卫 也和县长家长以及小朋友互动同乐 尤其暑假到了 县长也不让北花莲专美于钱 下半年度县政府也将陆续推出竞争花季 歌仔戏公演等等的大中小型活动 也要炒热南区的暑假气氛 七八月是在北区 但是中南区的活动 即将从我们的板炸生活节 法里巴里音乐节 还有我们的双汤 英雄美人汤 再到两座山 六十淡山和赤柯山 开始启动 之后就是到十一月份的 我们的这个古道秋生 然后最后来做一个美好的ending 所以还有非常的活动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 而且享受这整个文化艺术的美好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歌仔戏 也会在这个场地来演出 所以请大家随时留意 花联县政府的官网 除了艺文软体活动 县长指出 也将进一步修缮 整顿玉里镇艺文活动中心等硬体设施设备 建构完善的艺文活动空间建筑 让南区乡亲民众生活在 艺术生活美学的欢乐派对里 记者是越南玉里镇采访报导 接着是越南玉里镇采访报导